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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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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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色的款式 競速暗黑的恰好相反 爱池车的我们 心中都住着一个纯真的小孩 黄色的鞋底 有着乐高积木的造型 就像对内心深处同心的呼唤 黑与黄对比的冲击 点缀些许的黄色蓝色 步履所到之处 必是抢眼的焦点 CV有40年的智鞋经验 以环境友善 绿能赛造 也竟打造多款咖啡靴 这次和HONDA联名推出一款无论是骑车还是日常休闲 都能穿的防水咖啡靴 而这次的咖啡靴 采用HONDA旗下在东京经营的咖啡厅 Miles Honda Cafe 废弃的咖啡渣所制成 两双靴子的配色 都是用代表本田的红蓝黄 让大家第一眼就能联想到自由奔驰的快遇 在这次韩国之旅中 我伸着他走了七万五千步 即使是这种强度的步行 我的双脚也没有特别酸痛的感觉 非常舒适 而骑车的时候 骑挡车的左脚会需要勾打档杆 如果是一般的鞋面是很容易弄脏的 但这双咖啡靴的面料非常容易清洁 简单擦拭刷洗就能保持干净 有别于一般雨鞋 它的重量相当轻 走起路来脚步轻盈 自由自在 在阴雨降临的首尔 踩过满地银性的落叶 窗角依旧甘爽 那就让我们一起为鞋子 添上一双梦想之意吧 对这双鞋子有兴趣的朋友 我会把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 从台北到首尔 直线距离一约1500公里 航程两个半小时 以世界的尺度来说并不遥远 自从2020年初结束两年六学生活回到台湾后 野虎燎原的疫情让国境之间的人员往返 变得阻碍重重 而当三年过后再次来到首尔 这个如此用力生活过的地方 这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地方 步伐却变得生疏而愁畜 六学期间有外国人登陆证可以直接快速通关 有银行卡可以直接搭大众运输 而在事过境迁的现在 只能买着外国观光客用的卡片 用旅人用过客的身份重返这块土地 就是我这个异乡人最后的结局 所谓蕾丝禁香情缺的情感 也许就是面对那些看似熟悉的地方 在一些枝为末节的细节上 发现自己的生疏 发现自己失去了与那个心系之地的归属 没有关于打开 我们等待着 我们等待会儿的作品 我因为指控制它 现在等待会儿 сто号 我需要按着 店船 店船 这守谈 我 台湾 王 首爾首都圈有點像放大版的台北 我們有松山和桃園機場 他們有金埔和仁川一鏡一遠兩個機場 我們有北北基陶他們有首爾經濟圈 我們有基隆河流過台北市 首爾有一條漢江 只是一切都放大了許多 北北基陶大約八九百萬人口 首爾圈則是有約兩千多萬 會要接近整個台灣的人口了 搭著機場線很快就來到市中心的首爾車站 我住的地方在地鐵一號線中路五街站的一間輕旅 因為天數較多所以就降低單日的預算 狹小的空間雖然說不上舒適 但也足夠能騎身了 - 放好行李 - 我再度搭上地鐵前往江南去找一位朋友 - 那是我最後一份工作認識的韓芳合作夥伴 那時候因為是工作場合 我們總是保持著人際禮儀 說著敬語 當我們卸下工作的身份 我們就是朋友 而且我們的年齡相同 在韓國文化嚴密的上下關係中 年齡相同的人 有個同格的稱呼 只有童年的才是韓國文化中狹義的朋友 不然都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即使再怎麼親近還是有差別的 - 我的地方正好 - 你好 - 太暑濕了 - 舒服 - 你好 - 我是傅 - 這裡是是一位 - 這裡是一位 - 這裡是一位一位 - 那你這是一位 - 第一位第一位 - 第一位 - 第一位第一位 - 第二位 - 第二位是我們有天安的 - 太難了 - 我很得知了 - 第二位是 我很得知了 在韓國的第一餐就由蘇圓來帶我去吃 所以那些人都送了嗎? 對,那些人都送了 有個箱子沒有人 有個箱子沒有人都送了 有個箱子沒有人都送了嗎? 對,那些人都送了 而我在無心聊天的過程中 說過我很想念小章魚 他很用心的寄了下來 帶我到他公司附近的一家店面用餐 我喜歡吃一家店的餐廳 這個很冷的,所以有餐廳 這就是餐廳和餐廳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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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汁汁啦 九尾的第一口只有一個念頭 韓國料理果然還是得在韓國享用 汁汁? 汁汁汁 汁汁汁 汁汁 汁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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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 不知道為什麼即使是一樣的品牌 在台灣能喝到的燒酒就是沒那麼順口 而今天這燒酒傳遞是酒別重逢的甘甜 我是韓國人 可是別交給我 像我說我先以為是韻地人 我現在的地人作 leuke回忆 我不能入口 好嗎 原來都是這樣 太幸虛了 這是我的健身 好新潮 晚說看 快來幹 如果是一般的觀光旅行 可能一早就要出去趕行程 但這趟重返首爾之旅對我來說更偏向一個回味與回顧 也是我今年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我更像用之前生活一般的步調在這個城市裡行走 第二天在親旅附近找到一家血腸湯 這是韓國非常傳統的美食 是在豬場裡面塞冬粉和豬血 和熬製的高湯一起 許多韓國人會直接把飯倒進去湯裡面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乾濕分離不喜歡爛爛的飯 吃咖哩的時候也是這樣 但這是我非常懷念的食物 以前唸書的時候一個星期總要吃個一次 我本來把這一天保留給工作 我從台灣把電腦給帶來了 但因為這不是平常剪片的配置 工作效率大打折扣 拼死做出來的成效好像也不太好 所以最後還是放棄了選擇延期上片 要做書放棄這個決定其實不太容易 但放棄後心理的負擔頓時減輕不少 可以好好專注在這趟旅行上 週末兩天就在一些以前經常出沒的地方閒逛 像是學校周邊還有民洞一帶 2013年底 來自星星的你 再度讓韓劇在台灣盛行 當時我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過沒有特別採取什麼後續的行動 2014年又出現了一部 沒關係是愛情啊 講述小說家和精神科醫師 面對彼此心中的疾病 擁抱傷痛的一部作品 這部戲才看沒兩三集就勝得我心 開始收看後不久 就讓我起了學韓文的想法 韓劇一集動輒一小時 如果在看的過程中也能自我充實 那好像是一件很棒的事 這是當時24歲我的想法 從事大畢業的我 因為種種考量下沒有修教育學程 沒有走上失陪的路 既沒有足夠的專業 也沒有足夠的準備 只能找一份當時 覺得有點愧對父母20年栽培的工作 這裡不是說那份工作不好 而是我覺得自己應該能做得更好 父母有望子成龍的心是人之常情 我爸當時也應該覺得很可惜 但他沒有給我壓力 也沒有說過那些讓人傷心的話 只是鼓勵我人生還很長 還有時間可以去探索 韓文一開始只是從興趣出發 沒想到越學越有心得 越學越樂在其中 好像跟以往下了雄心壯志要投入的事情 像是吉他 考公務員 考經濟學研究所等等 最後卻半途而非的事情不太一樣 我心中開始浮現一個想法 有沒有機會 這就是我人生的新道路呢 我把目光放到正大韓文系 碩士班入學考 如果最高6級的TOPIC 韓文檢定能拿到4級 就有報考正大的資格 2015年秋天 學習韓文大約一年內 我覺得幸運的成分比較多 總之我是考過4級了 也就開始著手準備碩士班的入學考 2016年春天 我順利通過筆試和面試 在同年秋天 成為學號105開頭的正大碩士一般生 當時公司的主管對我非常好 同意我每週可以請假一天去學校上課 我就這樣一邊上班 一邊修了3個學期的6學分 由於是這種外語 外國文化相關的科系 西向老師非常鼓勵我們到韓國交換 這樣大校級交換的名額其實不少 但還是有某種程度的競爭 爭選過後 很幸運的考上了2018年 到韓國成軍館大學交換的機會 對當時接觸韓文5年的我來說 是終於要踏上主舞台的時刻 那時候的我很難想像往後會發生什麼事 例如我在交換之後 又多申請了一年雙聯學位 經過近乎讓人窒息的重重考驗後 最終拿到台灣和韓國兩邊的碩士學位 當逐步靠近理想的大門前 一場疫情讓一切歸零 週日晚上 我和第二年雙聯時的一位同學 一起在宏大附近吃飯敘舊 雙聯聽起來很美好 但要在一年內達成許多條件 除了在這裡修18學分外 還有三科資格考 一門中韓文以外的外語檢定 比起英文的高門檻 我選擇考日語的JLPT 最最重要的是要找到指導教授 通過論文審查 如此繁多的任務 我也只能每天到西施武士報到 在那裡讀書寫論文 因為從政大的三學期開始 到一年交換一年雙聯 已經佔了七個學期 碩士的休業期限是八個學期 我最後一個學期要回台灣 把政大審查和相關手續完成才能畢業 所以萬一雙聯一年內無法結束 後續衍生的問題和費用 可能會複雜且龐大到難以解決 這位同學說 當時對我的印象 就是整天我在西施武士裡讀書 好像一個學霸一樣 我聽了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我其實只是一個沒有退路的人而已 烤三層肉是韓國非常經典的料理方法 也是幾乎人人都愛的平民美食 烤得金黃酥脆多汁鮮美的肉 配上冷麵、泡菜鍋、生菜等佐餐 大塊朵頤的同時 不免想起幾十年前 韓國人拼搏經濟 對抗時代的歲月 也是在一整天的努力之後 好好享用這美味的一餐 在宏大附近的街上 意外的看到一些熟悉車款的身影 雖然在韓國騎摩托車的人 絕大部分都是外送 但因為興趣而起的人 即使也是所在多有 吃過飯後散步的路上 剛好經過一間T1快閃電 我們也進去逛一下 這個就是T1的快閃電 可以進去體驗一下 我真的要去 當天正值英雄聯盟世界賽 韓國隊伍T1 對上中國隊伍JD劇的關鍵四強賽 也有聚集於現場看比賽的人 團結一致的氣氛令人熱血沸騰 最後我們到星巴克喝杯咖啡座結束 一起上課準備考試的日子 沒想到已經是三年多前 雖然我們生活的樣貌 和求學時已全然不同 但聊起天來還是恍無昨日 步行搭車走了兩三天 穿著這雙C毒的咖啡靴 我的腳非常舒適 不會痠痛 也不會因為它是防水鞋 就覺得特別悶熱 整體來說 它讓我前三天的旅行走得很舒服 而接下來 我要帶著這雙鞋 去做一些步行以外的事 週一下午 我搭上地鐵 在換公車 前往首爾西北方的羔羊市 去見因為一段神奇的緣分 而認識的朋友 我頻道中 目前觀看最高的影片 過年環島季中 有一段在肯定的親旅 和韓國旅客的韓文對話 當時在台灣想騎車出去玩 卻不得其門而入的韓國人阿仔 看到了這段影片 就留言給我 開始了我們的緣分 阿仔的老婆泰咪 是經營韓國流行文化的部落客 從部落格時代到臉書網紅 在學習韓文的過程 我就有在追蹤他 也知道阿仔是他的先生 沒想到阿仔居然來留言給我 當下覺得既神奇又開心 後續我們也騎車出遊了好幾次 而這次 會是我們在韓國的第一次見面 當天晚上在他們家附近的一家烤肉店吃晚餐 歡迎光臨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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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和店家很熟了 那天說有來自遠方的朋友 所以老闆就很熱情的額外招待了許多餐點 而是 如果是涼嫌來的時候 如果是涼嫌來的話 日本沒有 是 現在是金牛油店的開始 對 金牛油店的開始 所以要來這裡 就是 這三個 對 一種 最重要的是 看 別的地方沒有 對 沒 沒有 沒有 所以 特別 難道呢? 當時也適逢韓國一年一度入冬前醃泡菜的日子 非常巧的,有新鮮的泡菜可以配上水煮豬肉 因為這個巧合的時機點 所以有口福無額外享受到這樣的美味 阿姨 對! 很不容易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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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年來 我們在大阪去的時候 一起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坐在那裡 我怎麼會打開了 我心裡很痛苦了 我看見了 我看見了很痛苦了 我看見了一大事 但我看見了很多 但是我看見了 但我看見了 如果是往中 réfions 在韓国的紅包子就在一起 它很累 是 在開閘 我們一起去飲保 我可以喝 中文字幕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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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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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隔天我們又去了一趟江華島 跑了一趟輕度旅行 大約160公里左右 當天的騎車郵寄會獨立成一支影片 而先前穿鞋也是在都市裡走路 已經非常舒適了 而騎車的時候穿也沒什麼問題 它的底部防滑 所以即使我當天騎Vistron 1050 這種座高非常高的車 偶爾需要前後撈的時候 它也可以撈得很安心 而在踩勾大當桿 踩後煞車的時候也都沒什麼問題 它的鞋面是容易清潔的材質 所以左腳即使碰觸到大當桿 當天的行程結束後 簡單的擦拭就可以恢復乾淨了 如果真的整雙鞋都很髒 也可以直接丟到洗衣機裡洗滴 非常方便 非常之難吧 京в物諸俨使用 growth 芪漿 先 aph 鱿 在 我們 你怎麼走? 欸? 喔! 在阿仔家住了兩個晚上後 也還是到了道別的時候 小時候的友情是天天上學見面下課玩在一起 來到30歲、40歲 是一個遙遠而堅定的約定 可能是幾個月後可能是半年一年 在一起度過快樂的相聚時光 然後又是一年半載 離開學生時代進入職場 交新的朋友變成一件不那麼簡單的事 但因為騎車這個興趣又開始有機會認識到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我很感謝騎車帶來的一切緣分 坐了一個多小時的車回到首爾 來到現在八天七夜的回味之旅 只剩下三天 我把握時間回到一些苦與甜的發生地 城軍館大學 首先是交換時的宿舍 交換那一年和歐洲人一起住在這裡 雙簾的那一年 則是住在區大公車10分鐘的東大門附近 當時就是這樣走著這條小山坡路 來到城軍館的正門前上學 韓國是非常注重學法的國家 說起名門大學 首爾高麗嚴世之外 就是城軍館了 城軍館之名 朝鮮王朝的最高學府 歷史悠久 書聲朗朗 回蕩千年 我來的時候已經是秋天的尾聲 原本餐巾的銀杏 鮮紅的楓葉 已然暗淡 使去光澤 我上一次看到這幅景象的時候 正是我壓力最大的時候 再為論文做最後的衝刺 每所學校的地形配置都不同 但政大和城軍館大學 都有這麼一個長長的上坡 我對碩士班的印象 就是爬著一個又一個的坡 台灣爬完來爬韓國的 在第二年雙年的日子 因為完全是以正規碩士分的身份休息 只是進程上比較濃縮 再加上修課以外的任務 資格考、論文 稍有差池 就影響未來甚深 2019年 我可以說過得相當壓抑 渺茫的希望 指導教授嚴苛的指教 這是一條難以言說的孤獨之路 雖然我也是有找一些管道 適當的調劑 例如玩一些手機遊戲 但某一天 我發現我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居然是午夜12點 手遊任務 獎勵刷新的時刻 才驚覺那個狀態 真的是不太健康 600週年紀念館裡面的東亞學術院 是我當時主要活動的地方 大電梯來到五樓 細事物室外的風景依舊 飛開門 想看看是否有以前繼續念博士的同學 請問某某同學在嗎? 一雙雙充滿疑惑的眼睛 只有搖頭作為答案 讓我想到兩句唐詩 兒童相見不相識 蕭文刻從何處來 這是我曾經拚命的地方 而且心酸血淚 只會有自己知道 只會有自己在乎 來到下方的行政室 當時非常照顧我的一位老師 不知道他在不在 我在門口猶豫了很久 最後決定進去詢問 我很慶幸我開口問了 我也因此見到了那位老師 可以續舊 可以在三年後再次延謝 飲料和水果和我第一次 因為學業壓力等諸多因素 來這裡求助的時候一樣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那些日子都過去了 通過論文口試時 就是這條走道 這個電梯 我的心情無比雀躍 學漢溫從興趣開始 萌生轉化為專業的念頭 考了碩士 申請交換和雙聯 費盡千辛萬苦後畢業 就是離我當時 想留在韓國工作的理想 更進一步 有韓國學歷的話 一方面是可以用更寬鬆的條件 獲得簽證 與找工作的時間 有程訊館本地學歷的招牌 在起步上 可能可以取得更多的機會 但沒想到疫情 悄悄在遠方發生 然後就以野火燎原之事 席捲了整個世界 回到台灣處理畢業事宜 國境間的流通充滿阻礙 在種種考量下 在韓國就業 成為必須無奈放棄的選擇 30歲前夕 先前為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雖不能說毫無意義 但我原先的計畫與理想 就此覆滅 繼續往上爬 來到經營館 也就是商學院大樓 這裡有學生餐廳 我在這裡填飽過無數次肚子 當時懷著什麼樣的心情 其實已經很模糊了 有喜悅、有鬆口氣 也有沮喪和悲傷的時候 吃完後來到商學院外 可以看到遠方市景的地方 曾經我被困在這裡 面對日復一日 該完成的進度 看不見未來的未來 遠方的光點難以氣急 遙遠的令人心灰意冷 那時候覺得景色很美、很廣 現在總覺得 回憶中的這片景色 應該要再更寬廣一些 在這七天間 走了將近七萬步 我的雙腳沒有任何不適 也沒有什麼痠痛的感覺 整體來說非常舒適 就算穿了一整天 因為是由咖啡渣製成的靴子 腳也不太會悶臭 而這樣的天氣 剛好可以測試它在雨天的表現 在濕滑的路面上 依然有穩定的抓地力 一整天下來 腳也都保持乾爽 這天我去新村剪頭髮 然後再去找第一天 剪的朋友蘇羊 吃這趟旅程中 最後一頓晚餐 和這間餐廳 我可以去野餐廳 這間餐廳 我沒有狀行的 夜餐廳 這間餐廳 很濃烈的雞湯 每天又有乳酪吃的雞湯 我一直吃的雞湯 老牙蠅 有些味道和很相似 超級別的雞湯 第二天 日本餐廳 生日 今天吃雞湯 吃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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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san ekslide men techniques 就是 苦味 見面了 兔 皮 我喜歡 所以我就想吃 母 所以我真的在韩国初吃的朋友 如果我吃的韩鲜汤 我吃的韩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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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吃的韩鲜汤 我吃的韩鲜汤 我吃的韩鲜汤 但是很美味 很像鲜汤 今天很酷 噢,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我吃的韩鲜汤 我吃的韩鲜汤 所以謝謝 從學習韩文開始 到後來偶心立邪的努力 被疫情阻斷了當時的理想生活 那個故事就到那裡為止 他有一個未盡的結局 空於的遺憾 回到台灣後 前後做了兩份工作 同時也開始我的另一項興趣 拍機車旅行影片 我也就此有了新的夢想 成為一個YouTuber 最後也很幸運的成為我的現職 哇 哇 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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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不同的尺度 用不同的段落方式 去定義自己的經驗 可以得到很不一樣的意義 時至今日 雖然有淺淺的遺憾 但我坦然接受這份遺憾 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 並帶著它繼續向前走 這個世界沒有如果 但可以假想 如果沒有疫情 我可能真的就在韓國工作定居下來 不會認識因為在台灣工作 所以才認識的韓國夥伴 也不會有台北騎士這個頻道 不會認識阿仔和泰咪 如果真的在這裡就業 我會很快樂嗎? 還是最終也會想逃離呢? 我不知道 而且也無法再重來 但現在 這種適當的熟韌 適當的距離 讓首爾的夜色 在我的心中 映出繁華而美麗的投影 我喜歡首爾嗎? 對我來說呢 我可能不會用喜歡這個詞 在首爾經歷了一切 啤酒的暢快 燒酒的純淨 米酒的甘甜 還有飲於重重冰山之下 無可言說的苦澀 激進瘋狂的炙熱 太多太多複雜的滋味 會當在這座無夜的城市 既看不見 卻又從未消散 相較於喜歡不喜歡這裡 我比較會傾向說 我對首爾有很深的感情 很深的感覺 我沒有想到 因為太多人 喔 太多人見到我 太多人見到這裡 乾杯 太多人見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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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完最後一瓶香蕉牛奶 超爾安妞 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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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一直还蛮想要讲这个故事的啦 只是没有适当的机会 所以现在就把它讲出来 那在韩国的故事呢 要讲的很长 其实也可以讲的很长 这已经是省略很多的版本了 总之大概是这样 人生嘛 只有想不到而已 就像我们骑车旅行一样 那个充满未知的风景嘛 然后爬了好多法夹湾之后 才看到啊 原来刚刚是这样上来的啊 那还有可能要再下去啊 很累 好那关于韩国骑车的部分呢 我最后决定把它独立出来 想说可以用两部影片 分别这样两个主题 比较不会失焦 那如果对韩国骑车的体验呢 有好奇的话 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内容哦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啦 拜拜 拜拜